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现在我又来到了我们的员工停车场 又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哇,好困哦 我想赖床不想起,但是没有办法 我看到有朋友前两天给我留言说 他来我们赌场玩,说怎么没有看到我 那只能说他目中无人了 看玩笑,但是有一点不开玩笑 你来赌场玩可千万不是为了看我 这个理由不成立 你还别说前一段时间真的有一个网友 带着他的男朋友在赌场 看到了我还跟我打招呼 还在我的牌桌上玩 当时我真的是白爪挠心 因为谁也控制不了那个牌 然后他说真的没有赢到钱 然后我心里也很紧张,心脏病快犯了 所以你们来赌场玩我欢迎 我高兴对吧 但是不能说欢迎高兴吧 因为你来玩你开心我高兴 应该这样说 但是不要来我的牌桌上玩好吧 真的害得我心脏病都快犯了 我太紧张了 最近一直在忙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事情 但是因为孩子们放暑假了 所以说我一有时间就去接送他们去滑翻船 因为天气太热了 我也不能总是让他们走着去翻船俱乐部 因为每次走的话 单程都要一个小时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也是很辛苦 而且我家两个孩子 现在在翻船俱乐部做助教 所以说每天差不多要待八个小时左右 在翻船俱乐部 他们真的是很累 然后回到家 就是也几乎不吃不喝 洗个澡就睡觉了 唯一让我高兴的地方呢 就是说他们没有时间 还有精力去玩网上游戏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也让我很高兴 我在赌场里的工作呢 也还是很顺心的现在 因为毕竟也在这边做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以前的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的症状缓清了很多 所以说我也想跟大家说 如果你想在赌场做发拍员 一开始的紧张和焦虑都是很自然的现象 因为我们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我也见到我的很多同事他们不在乎 这种不在乎导致了他们最后可能会离职 或者是被迫离职 因为其实确实这只是一份很普通的工作 并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有很多人甚至都不不屑于去做这份工作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我能学英文 我还是那句话 我能学新的技能 在我这个年龄 是我让我一件非常值得庆幸 还有感到骄傲的事情 因为我在被迫去学习新的东西 因为生活所迫 因为我也想给我的孩子看一看 我们要想过好的生活 是怎么怎么来的这个好的生活 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努力不要去放弃 这一年的工作当中呢 真的是有苦也有乐 最多的收获真的是幸福感还有自信 我觉得收获大于挫败感吧 有一些不值得的人 不值得的事情真的小case 我记得我刚做发牌员的时候 超级羡慕别人 就是做了时间长一些的人 那个发牌员 他们发牌的速度超级的快 然后好像是很 就是很溜的感觉 但是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其实快真的不是我们每个发牌员追求的目的 正确就是你付出的筹码和收取的筹码正确 无物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的 这个速度在你做的时间长了之后 自然而然你想慢都慢不下来 就是说你会有一种控场的能力 你会有一种就是控制的能力 所以说当发牌员的时候一开始等慢 真的不重要 还有就是说有的人虽然他很快 但是你看他的那个筹码盘里的筹码乱七八糟的 简直没有办法看 所以说整洁还有正确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发牌员 还有就是可能我是因为我年龄的原因 因为我也四十好几了 所以说有一些时候在工作当中 或者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不开心的人 和事尽量的去忘记或者是不接触 这个不算是消极 因为不带劲你 你还往前臭干什么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 不要让自己难堪 或者是不要让自己难受 让自己快快乐一点 开心一些 怎么开心怎么来 对吧 还有呢 就是说啊 在工作当中我们做好 因为做在赌场工作就是这一点好 几乎人际关系 你要说有复杂有复杂的一面 但是也有简单的一面 就是你做好你自己排桌上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问题 没有拖延 不会有第二天 还因为同样的一件事在找你 同样第二天的工作是一个新的开始 虽然是同样的工作 也可能是发同样的一种类型的游戏 但是呢 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玩家 甚至是不同的同事跟你在一起合作 所以说心情和情绪也会不一样 所以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 一定要快乐 不要勉强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没有必要为了别人而勉强自己 我说的别人是家人朋友之外的人 对于家人还有朋友 我很高兴我的努力 比如说大家一起吃个饭啊 请朋友还有家人吃饭去旅行 对吧 这些都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 因为我喜欢我自己的努力成果 跟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分享 同时呢 我也跟我的孩子们说 家人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帮不了家人 你在外面再风光 都等于零 所以我从小就会教育我的孩子 照顾家人 如果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想照顾 自己的孩子都不想管的话 那是不是连禽兽都不如呢 我要去上班了 朋友们 真的是很想跟大家多聊两句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我都觉得我要跟大家 经常聊经常聊 都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但是呢 我这样在上班之前跟大家聊两句 我觉得心情也不一样 很开心 也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爱你们呢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